韩宇的运气就是不太好 最后是5比9输了 所以说双败赛制是这样 如果你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那么第一场赢了 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中如果输了 还是能赔你一个机会 对 还是有机会 这球打得很漂亮 一个低竿 那么把这个6号 8号球可以看 对 正好2号球 这下球路线非常的清晰 最后是中国拳手周后的变车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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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小区 他们参加国际赛事还是机会少 平时的练球 平时的练球呢 尤其是近这一年两年组织了国家队 他们都在国家队里头训练都是很刻苦的 所以这一次中国公开赛 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和国外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交流的一次机会 这小工样应该挺有个性的 连这个手冠上戴了一个非常大的运动性手表 刚才我们有一个机位推得很近的时候 会发觉这个手表有点反光 但是以后应该有人要告诉他 参加这个电视转播这个比赛呢 也要避免啊 这种你看这种反光的这个问题 不着急 即便是时间不够 你可以向裁判申请延时 想好了再趴下 这一点我觉得潘晓婷做的就很好 一般趴下就不会再起来 打球的稳定性尤其重要 那这个球要低竿 然后想横台再去叫这颗八号球 其实他还是信心不足 我觉得 这颗球其实这样一个局面 并不是太难处理 他也没有必要想这么多 现在看他今天打球是这个 老师准备不好 就是状态还是没进入 运进入状态了 比赛状态还没准备好 对方现在可以学他了 有些球 对方选手也有时候会受影响 对 有的时候 这准备就是打下一局了 这机会来得太突然 也太不适应 好 高杆两核三核 一核心两核心三核心 好多 力度控制的也很好 这一局也是一核三核 一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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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应该做到那里 这个调整一下呼吸 想一想 有可能还是进到这种 有电视转播的这个 不太适应 有一些紧张 我们看到这些很多的球台 这个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这个其实作为一个人来讲 面对这个摄像机是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是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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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在前三集的这个情况来讲 还是这个球数是不错 但是他目前打球让人担心 你得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这球行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抵抗横台回来 你看这个 先生我们耍着 你这个 我应该看 这个不应该啊 绝对是因为这个紧张 导致这个水平的发挥啊 完全的这个市场 拉杆的力度不用那么大 用够一半的力 就够了 你叫这个三号 你没有必要拉这么大的力量 你叫到一条直线反倒不舒服 那一条直线反倒不舒服 感谢观看 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那这个球其实一颗星弹起来正好要9号球 韩宇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的找出自己的状态 目前等于撕掉的三局球都是攻守让的 对 因为它这种失误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第一次基本上挺好的 可以求是 六号车 开车进来